仁爱国小对面原本有设置10个左右的汽车停车阁 不过因为信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启用 因此在议长佟子委前议长张芳丽议员 以及市议员郑文婷等人联合建议会看下 市政府交通处同意图销停车阁划设红线 改为家长接送区 允许开车及骑车接送学童上下课的家长 在上下学特定时间内临庭使用 这个熟悉我们市中心的道路 大概大家都知道说 仁二路这边是一个车流量非常庞大的地方 尤其在周末然后临近庙口 那这边又有两间非常指标的小学 所以出路动线有点复杂 那因为我们这个停车场的开放的关系 所以我们停车空间已经足够 所以在张前议长跟郑文婷总招 也非常关心的状态下 我们来办理会看 希望交通处跟交通队来做一个调整跟改善 那我们希望扩大这个路幅 所以把这个路边的停车格争取来做取消 那那个改成家长接送区 那刚刚交通队也特别建议说 我们机车跟汽车的接送区可以来分流 我想也是非常好的建议 那我们就希望交通处尽快来办理 市政府交通处方面也建议 未来靠台电大楼一边为汽车林亭家长接送区 靠仁爱及信义国小这边为汽车林亭家长接送区 议长佟子委也表示 将会督促交通处紧速完成新的标线标志 在两个礼拜内重新划设完成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